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 店小二跑到门口迎客 左右观望之后却忍不住一阵叹气 如今大雪封山 指定是不会来人的 谁知刚一进屋 外面就传来哒哒的马蹄声 老板一个机灵 翻身下楼 立马出去笑脸相迎 真有一位男子前来投店 只是此人并非擅长 居然坐下就问 有没有人肉包子 店小二一脸惊饿 玄机裴小说 大爷 您说笑话了 男子不依不饶 直言高家店不卖人肉包子 这才是笑话 店小二见对方存心找茬 出手就要教评 结果却被对方一招甩飞 老板娘看出此人不好惹 扔出一垫银子 想要将其打发 可这人却并不买账 又把银子飞了回去 还是老板见多识光 他一眼认出 男子乃是铁壁金眼流通 如此响当当的人物 老板选择奉承结交 他让小二准备好酒好菜 为其接风洗尘 流通满是得意 这才说出来这里的目的 原来他得到消息 海钢丰 海大人 资光归礼 今晚会经过这里 流传他携带一箱 价值连城的红货 珊瑚 玛瑙 钻石锋 翡翠木瓜 玉芙蓉 珍珠宝塔 盘金龙 还有拳头大小的猫眼石 老板娘两眼放光 立马同意与他合作 三人还在等着大鱼上钩 而半道上就已经有人盯上了海大人 两个匪徒拦住去路 将身穿圣诞仪的海大人赶下了马车 然后就要抢夺宝箱 海大人的两个随从抽刀阻拦 与匪徒斗在一起 正在此时 一个青年侠客悄然出现 他看到两个随从落入下风 立马飞身而下 加入打斗 不出三招 就将两个匪徒打得落空而跑 海大人妇女三人上前道谢 双方互相认识 好巧不巧 侠客说跟他们还是顺路 听到顺路 被炮女子不禁一脸娇羞 显然已经看上了帅哥 黄昏时分 一群人到了黑店 店老板闻声跑到门口 殷勤地将他们迎进店里 当看到随从台的箱子 老板与刘通相识一笑 心里更加激动 可就在送海大人上楼时 老板瞬间变了脸色 他发现 海大人每走一步 都在楼梯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老板倒吸一口凉气 此人这么深的内力 绝不可能是一介文官海岗风 刘通也反应过来 突然想到一人 那就是江湖第一魔头 神兵鬼王正收山 黑店老板大惊失色 随即鬼王也出现 自证身份 话语中满是嘲弄与玩味 很明显 他也是为了海大人的宝箱 老板还想顾忌重拾 想要合伙 可鬼王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瞧着打完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黑吃黑 独吞这单生意 一场火拼在座难面 但神兵鬼王岂非浪得续名 他随便一出手 刘通老板娘老板三人 就纷纷成为边下亡魂 贾克进屋壮念这一幕 这才知道鬼王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鬼王准备将其灭口 徒弟阿绿连忙向师父求请 贾克帅气的面旁 性感的落在湖深深的吸引了阿绿 鬼王无奈叹气 算是默许了 这伙人接管黑店后 刚刚收拾完现场 就听到外边有动静 大雪之中 一个邋遢的疯和尚走了过来 他不顾徒弟阿虎的阻拦 静止走到马丘 躲避风雪 阿虎敢也敢不走 只得吩咐他 待会来了客人 不许出声 鬼王知道后不放心 他换了和尚一番势态 发现对方确实没有内力 鬼王放松下了 施舍了一盘馒头 将其大方 但他想不到的是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和尚 会在最后坏了他的大事 接着一阵铃铛响起 一个赶尸人带着一群僵尸投电 他指挥僵尸停在马厩 自己则来到店内喝酒 封和尚待在马厩吃馒头 忽然间 发现有个僵尸在动 和尚玩心大气 起身想要测试一下真假 不过他这方法太过恶心 僵尸实在受不了 转过头冲着他呲牙咧嘴 和尚被吓得不轻 跑到院内是鬼哭狼嚎 成功让这群僵尸穿帮了 原来这群人江湖人称 湘西武通鬼 也是为了保险而来 打扮成僵尸待在外面 就是想等海大人一道 接足先登 侠客刚刚入火 表现积极 以敌武丝毫不落下风 一番大战之后 湘西武通鬼被尽数歼灭 与此同时 一辆马车赶到特殿 下了一个身穿红袍的老人 正是真正的海大人 看见那一地尸体 鬼王解释这群人是强盗 多亏了侠客出手相救 海大人来到屋内 屁股还没坐热 又进来一个白衣女子 女子面无表情 紧握保健 静止去了二楼客房 半夜三更 风雪漫天 随着海大人的到来 这个偏僻的客店是越来越热门 这三个是豹文餐兄弟 江湖人称三头蛇 随后进来的是疯田刀客 最后还有个奇葩的牛角老怪 牛角老怪跟三头蛇还认识 所有人的目的相同 都是为了海大人的宝枪 牛角老怪最先发难 他一个人守住门口 让三头蛇去抢海大人的行李 他的想法虽好 但却没有一夫当官的实力 侠客一个人出手 他都抵挡不住 只能任由众人跑了出去 院子里 多风势力为了马车里的宝箱 纷纷加入打斗 场面煞食混了 鬼王不再迟疑 终于决定亲自出马 他用神殿解决了牛角老怪 然后又秒杀了疯田刀客 至于三头蛇 早已在乱战中生亡 大获全胜 鬼王吩咐几个徒弟 去杀掉海大人跟女住客 灭口 然后就可以带着宝箱离开了 只是当他们进屋后 却发现留守的徒弟已经被杀 是楼上的女住客干的 鬼王让两个徒弟动手 不料皆非女子一招之敌 阿冯更是被对方在脸上 划了一个特殊记号 鬼王这才认出 女子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钟魁娘子 他面露讽刺 提醒鬼王去看看海大人的箱子 鬼王打开箱子一看 这才知道上当了 里面除了书什么都没有 原来这一切都是钟魁娘子社的一个局 目的便是将这些江湖败垒引入黑店 好像他们一网打击 鬼王恼怒至己 抽出鞭子 是要杀了女侠 徒弟想要上前帮忙 却遭到侠客阻拦 原来侠客竟是卧底 他几招就将阿绿几人制服 但看着阿绿忧愿的眼神 侠客终是不忍心痛下杀手 鬼王与女侠从屋内打到屋外 鞭来剑王已进入白热房 但鬼王的神鞭明显占了上风 其攻击距离以及灵活性更具优势 几次都重重地抽在女侠身上 眼看女侠再无力支撑 侠客冲出来营救 不过鬼王神鞭确实厉害 侠客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局势 但就在这时 风巅和尚竟敲咪咪的出界 他随意地捡起一把刀 骤然斩断了鬼王胳膊 鬼王元气大伤 女侠趁机一拳打穿了鬼王的肚子 三人合力将鬼王拉入车轮之下 侠客一记泰山压底 终于让他伸手溢出 在一个不会武功的乞丐手上 最后 贾客与忠惠娘子走到了一起 只是他看到阿绿发绿的眼睛 内心多少有一丝丝的愧疚